夜里在那边 善了日风 盲到天内 还有点铺的天 盲地天内 回来 非夜里 干了日 dictator 我喜欢 向上去吧 谢谢 太危险了 盲处你晚点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早上吃一个苹果 加一杯牛奶就行了 你不是说让我吃一个包子 一根黄瓜再喝一碗粥的吗 你这样比较省事 昨天怎么说的 今天就变了 我想过了 还是这个计划比较适合你 你干什么去 送锅出袋啊 咱们这周拨什么 千万不要忘记 赶紧换 计划变了 计划变了 那 拨什么呀 我 两家人 我想了想啊 还是这个计划 这油水没热的 看过两家人这部电影的人不多 尤其是在荧幕上 因为这部电影拍完不久 就被批判了 等到文革结束 大批电影开始复应 但是两家人不在这个计划名单里 既然看的人少 我们今天就按着电影的故事 慢慢地给您讲 我们国家的1953年 非常值得我们回头想一想 那时候正处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前夜 您刚才听到电影里说了 他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 故事发生在云南 背景是农村开始搞合作化 那两家人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1963年 对 十年后 这个时候农村早就是集体经济人民公社化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 怎么想起拍这么个故事呢 他当那个长影的艺术副长长的时候 夏言说 今年的电影缺一个农村题材 他就马上一看那个刘树德的桥 可以改变 他马上叫人改变成两家人 老袁 你干什么呢 奇怪了 我这钱哪儿都没了呢 没就没了吧 我等你半天了 老袁 你看看这本小说写得真不错 当时说实在的 我不太喜欢两家人 我是准备搞孙黎的那个风云初季的 不少钱呢 一百块呢 我一上车就没了 可能被人掏去了 你看看你 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你到哪儿去了 我买书去了 我一上车去掏兜 钱没了 我跟那受评员说 你说咋办呢 受评员说 你说咋办呢 你再坐回去呗 我就坐回来了 你呀 我现回家取的钱 买了十几本 孙黎的风云初季 我还特别啊 买了有十几本 我现在给厂里边再推荐推荐 咱们能不能换一下 结果那次我就着急买那一百多个钱在兜里出来 结果也叫人抛了 你先看看这本 你先看看这本 你先看看我这本 你先看看这本 看看这本好吗 你咋着急呢 我这计划 计划 计划早就定了 就是改编这篇小说 好好看看 小说叫乔 剧本改出来叫两家人 因为他讲的就是两家人的故事 买回来了 你看看 足能拉两千斤 主角这家姓高 老夫妻和一个闺女 隔壁那家姓陈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两家是一个互助组的 长辈是好朋友 小辈的更近了 陈家的小海和高家的二猪正恋爱呢 你看见二猪身上那件衣裳 二猪早晚是咱们家的人 眼看着快冬至节了 要是等他爹给做衣裳 还不把他冻病了 两家人房挨着房 窗对着窗 声音要是大辩 这边什么事 那边都听得见 你胡说什么 不在家吧 二猪 二猪 当然了 好朋友就是什么事也不瞒着 这波高振国刚买了一刮大车 立刻就跟好朋友陈梅邦说了 那辆车怎么样 好事情 大哥 你姑姑 得多说票子 大哥 还有件好事情 方话许多 我们俩算都算主要的吧 他的许多 他那个小说主要是写他那边多 村里人们议论 因为去年你抗旱有功 大家要选你当模范 小海他爸爸那跟着我这个方话演这个角色的爸爸 应该说是都是同村的最朴实的劳动人民 应该这么说 那也是哥俩吧 这么多年 但是呢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一样 发生了这个矛盾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当然得有矛盾冲突了 而矛盾的焦点一开始就摆明了 那是多数票子 等我翻 顶多落把锄头 你 你 你这是说到哪去了 说到哪去了 我告诉你老二 光荣全不要了 还告诉我什么 你看你 你又急了 你别着急 算了算了 我还有个计划 高振国一心想致富 而且挺能结合国家的形势 政府为了搞社会主义 定了五年计划 咱们呢 车牛都有了 咱农民生产 也该定个五年计划 好 用那个年代和这个发家致富啊 可能大概是还有一些个 你看你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袁乃臣导演呢 在处理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那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动了一番脑筋 所以把他落 把那个方画那个角色 只能作为一个落后面 他不是方画是有一句台词吗 猪往前拱 鸡往后跑 各走各的路 猪往前拱 鸡往后跑 各有各的路 按照当时国家的计划 农村正在从合作组走向合作社 再后来就是人民公社了 单干致富肯定是不行的 当年那时候反对单干呢 这个人就要拉出去 要自己经营去 当时也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单干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年代不是正好板这个东西吗 正好板这个东西 所以厂里边找到 这个也还很实 还是适应当前的这个形式 就那么拍的 虽然开始不太喜欢 但是导演袁乃臣 还是动了不少脑筋 你可能注意了 这两家人住的房子挺特别 他那个浙江一带那房子 几乎都是这样的 他那墙你看挺高 那墙是什么呢 防火墙 上面呢就都有那小阁楼 一般的女孩啦 或者是睡觉啊 都在阁楼上面 等等 云南的戏怎么在浙江拍了 当时有什么拍这么片 就是当年的生产任务 缺一部戏 就少一部 就突击这么一个片子 这部戏完不成 全年生产任务没有完成 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了 完成生产任务 说到底还是计划的事 为了完成计划 袁导演接着动脑筋 我们先拍了内景 美术设计啊 就一个人先去的 看着外景 这个建筑啊 一般背景啊 这个 要不然你一带不知道情况 就天片你就没办法 先拍内景 袁导演的主意挺多 其实 你要是知道了 袁乃臣导演的从影经历 你就不会奇怪 像当年 俩眼一抹黑的袁乃臣 制作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意志片 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 等等等等 所以 会动脑筋的袁导演 主意肯定不少 比如 他会选择已经演日本鬼子 出了名的方画 来扮演男主角 他知道 方画一定喜欢这个正面角色 当时他就喜欢这个 那是正面人物 他愿意演吗 给衣服装拿回穿 照镜子什么的 他都愿意演 他回了家 他就跟地上 完了给头弄 背着手 这么走 照镜子 完了 看 完光脚丫子 特别认真 我还有个计划 你这是怎么说的 袁导演接着又找了一个 刚有点名气的女孩子 来演这个绝老头的闺女 陈学杰其实也挺绝 为了演电影 他能一年不和家里来往 我家里反正对干演员 这行业不支持 但是我也挺有主意的 当时 就一直自己的特别坚持 我父亲的意思 让我一定要学医 念大学 我当时就想 我想自己自立 陈学杰没按父亲的计划来 他走到了袁导演的计划里 袁导演的计划 这回和大多数人的差不多 体验生活 袁导演找我的时候 就是跟我说 让我到下面去体验生活 你比如那个丹水 那两个桶就很重了 这两个桶很早就给了我了 但是在那个桶里头 夹了个夹底 就是三分之二那个地方 又挡一道板 这样我就省去了三分之二底 那个水 那也挺重的 这个姑娘多能干 可按照她爹高正国的计划 这还不够 因为高正国的五年计划 设计的比较吓人 我是这么计划的 今年是五三年 我想存粮两千 搬上一辆油车 养上两口猪 到五四年春天 我想赵小海来咱家上门 再和陈家开个大粉房 到五五年 我就买上十五地 再请上两个帮工 我再把你或是小海 送到省城去上学 学好回来 用不上十年 咱就下手办个大农庄 你看 要实现这样的五年计划 就得省吃俭用 而且还总是偷偷摸摸的 那时候可能大概有这样的农民 真是那样说的 就是怕穷啊 穷怕了 攒一点钱 真怕别人知道 他那意思说 将来买这个 治房子治地 甚至你做什么 不都需要用钱吗 就说你二猪将来 你出嫁了 你走了 我这不还得 还得没劳动力了吗 所以他就想把那男的 娶到他家来吗 把小海招到你家 种田的 搞副业的 养肥猪的 都有了 你 你看 我有个计划 对你也有好处 告诉你 不用想 行不通 高振国的计划 想得真够周全的 这不仅惹得好朋友生了气 还让两个恋爱的孩子 跟着受连累 怎么 生气了 有什么气好生的 这个片子 对我来讲 也是个考验 因为它是个 谈恋爱的片子 在这个电影里边 更细腻一些东西 弄不出来 所以那个导演 那个袁乃臣的 就老启发你 你这个到时候 你看着这个 看着那个陈学杰 你这眼睛里边 要发光 小海喜欢二猪 自不必说 未来的婆婆 更是心疼得不得了 给未来的儿媳妇 买花布 做衣裳 除了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 快冬至节了 要是等着爹 给做衣裳 还不把他冻病了 人家的好心好意 通过劳动 像你家里表示表示 给买一件衣服 看你们的 孤那么大了 穿着衣服还戴补丁的呢 是吧 看不过去了 给送过了一块布 当然也是一种 爱的表示吧 他呢就是好像说 你拿这一块布来 就把我女儿 就能够什么了 那那不行 你当我高正国 真没有钱呢 有 养得起闺女 就穿得起衣裳 不沾你沉寂的光 高正国不仅比较吝啬 而且脾气还臭 不沾你沉寂的光 朋友疏远了 接下来 一个互助组的乡亲 他也要得罪了 这么粮食自愿 也不是捐献 别说的那么好听了 卖你还不干呢 把余粮卖给国家 高正国不愿意 因为这不符合他的计划 我看这是一家保暖千家愿 我的日子够好了 你们就有点眼红 大哥 你 谁借了我的粮数 都给我还回来 少一粮也不行 卖粮我有权 我愿卖多少卖多少 你们把老高支不在哪儿去 他还是蛮可爱的 他通过他这个劳动 他富了 他有粮 他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穷了 但是他又有亲朋好友 吃不上饭的时候 他能把自己的粮也能借出去 当然矛盾到尖锐的时候 你们和我实在拨了什么的 那你们就还给我吧 这其实也挺可爱的 在农村这种形象 我觉得也 说实在的也挺普遍的 一家人也让他弄得别别扭扭扭 怀揣五年计划的高振国越来越孤立了 但是他很委屈 因为他的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泡出来的 你看那个拉车 你们只是看他们路是走一段 实际上他练了很长时间 我和他牛的感情 就是他觉得通过自己的穷啊穷怕了 攒的钱买了个水牛 买了这么一条水牛 和水牛那种关系 之后他和水牛一块 他怕把水牛的累着 他跟他一块拉内的那种感情 高振国坚定不移地 走着他自己计划的致富之路 不论多么艰难 许多人都说高振国身上有方化的影子 他自个儿就说 他说这个角色 就是应该说穷啊穷怕了 但是呢他是特本分通过自己的劳动 当时通过就是翻身解放之后呢 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要致富 但是又特别节俭 节俭的有的人都过了 因为他怕穷嘛 所以他也就这些东西都是相互相成的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的理解 我认为他的生活也有关系 高振国特别能省 方化也差不多 那时候带那个买那条帽子 我挺喜欢那种很贵的那种 咱们像杨总那种粘绒帽 我爸就说要买个狗皮帽 那时候便宜狗皮帽 我不太喜欢就说要买这个 我爸说你是为了实用呢 还是为了美呢 高振国脾气大 方化也差不多 我就不吱声了 他一要发脾气我就走了 真的我就躲开了 一会儿他就好 他就这样脾气 高振国在家说一不二 方化也一样 回家他就到他那屋 就看了剧本 他很少不私的活 我们两个房间在金石楼 孩子大王他敲一敲香 强那孩子老实了 高振国能吃苦 方化当然一样 因为这汗珠是从方化脸上躺下来的 方化老师对那个水牛 他将来排气要用 那个亲切一天给他刷鞋摸他 跟他也建立这种感情 他将来在劳动当中和他排气的过程当中 这个东西都听他摆了 那样的认真是因为方化 那样的喜欢这个角色 虽然谁都担心高振国身上会有松井的影子 导演就要他有一个要求 注意你的两只眼睛 不要像那个日本鬼子 那个演那个戏的时候 他不是演过那个平游戏队吗 说我们觉得就绕头 看的样子有点好像 就是我这前有点奸诈 有这个感觉 鲸鱼算计却又吃苦耐劳 这可能就是袁乃臣导演心目中的农民形象吧 他的脑筋没有白动 他挑选的方化 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如此丰满 即使在孤独的拉车 高振国的艰苦还是应该得到回报 不仅如此 在袁乃臣看来 当辛勤的农民收获了果实 他就应该歌唱 于是多才多艺的方化唱了起来 两家人那个茶曲是我父亲自己唱的 就他骑着马 拉着牛车 非常高兴 我还记着那段茶曲 与角色融为一体 应该是演员最向往的境界 方化走在高振国的路上 心情可想而至 现在看起来 高振国的欢乐正对形势 不过那时候可对不上 因为那时候国家和高振国一样讲究计划 让一部分人心富起来的口号 那时听不到 当然也没人说 当时我对这个习以言提过这样的意见 提什么意见 我说贫农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袁乃臣也知道 贫下中农肯定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那时候 袁乃臣和高振国都不太清楚资本主义道路是怎么走的 要不他们也办不出最后这件事 袁乃臣的影片总是慢慢铺陈 他让矛盾在最后爆发 你把我的徒弟证弄哪儿去了 你是想要我的命 高振国买了单干户李存家的地 使得李大妈跳了井 拉住李大妈 拉住李大妈 拉住快来 高振国的五年计划当然也就结束了 高振国自己也知道 他的问题有些严重了 这和他不愿意卖鱼粮 把女儿婚事耽误了 都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正当人们觉得高振国面临批判的时候 袁乃臣导演让矛盾这样解决了 毕竟高振国没有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林孙大哥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街坊银居 我没想到 我走上了坑害自己弟兄的道路 这是你的土地证 二兄弟 你拿着 给我写上 我投一份入社 李大哥 用不着交土地证 报上就行了 二主 报上 这么大的事你去报 老二 给我们家写上 第二份 好啊 这回可好了 投入了社 再也没有单干的了 高大爹 这回办件事来 你该给咱们社里定个五年计划了 那还用你说 你就瞧这好计划吧 定了 电影舒缓地在街大欢喜中结束了 你看见了 最后谁也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两家人呢 当时说实在的 我不太喜欢两家人的 我是准备搞孙黎的那个风云初剧的 本来就不想拍这部片子的导演 没想到 他的两家人还是闯祸了 原因很简单 贫下中农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当时记得人民日报登的 批判大毒草两家人 而且批得挺瘆的 当时是 报纸一出了呢 街上游行也都 举出这些牌子 我记得当时我在歌舞团嘛 跟黎长颖很近 当时就 全团就讨论这个 讨论的时候分成肉干小组 我那个组 就整个领导都在我那个组 完了就让我先发言 我当时很小 特别紧张 挺害怕的 就好像出了多大事似的 那我就发言 发完言以后就把我的发言呢 就是印成稿 写上方话女儿的发言 就送到文化厅 你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部影片 没有几个人看过的原因了吧 刚开始来的小学生 中学生 来了以后 要批判两家人 他当时把导演整去吧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站在中间里 那一群中学生 维力圈坐着 看着我 主演的是谁呀 方话也就叫他 我们俩在那一站 林乃晨 你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有的地方好 有的地方不好 最后来那么一句 你以后我还拍不拍赌草了 不拍 我哪能老拍赌草 我以后再也不拍赌草 走吧走吧 就是说让你走 你不许走 你不许走 你走 那样的年头 这样的批判 袁乃晨和方话 大概都不会太介意 他们都有让自己生活下去的计划 比如方话 下放武器干校 也不忘带个收音机 这个东西它有用 爸 您这里抱的是什么呀 咱俩换换 我来抱着他吧 不用 我抱着 走吧 第二批刚同时说翻话 你第二批下乡 结果我爷爷来电报了 说冰威不行了 这时候我父亲 就不敢再提出来了 再提出来 你翻话就是对抗下 插对落户指示 你这就找借口 就这样我父亲就下线了 下去的时候完我就哭 孩子 哭什么呀 咱们这走的是光辉的武器道路 后来我父亲说 你哭什么 他说咱们走的这个不是一般的道路 我爸把花带上了 说咱们走的是光辉的武器道路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高兴 来 我告诉你一个计划 我父亲做了两身衣服 做了一身中山的 那时候时刻实行中山装 做了一身藏蓝的 对是黑的 而且跟我母亲说 我什么都不要 你要什么你带着 我父亲就带了一个中生的录音机 一个中生牌的录音机 若我下去给贫下周明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对农村广播时间 怎么样 孩子 走 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方化和高震国一样不一样 我是这么计划的 今年数过三年 我想从那样养签 算上一辆油车 养上连毛主 到五四年春天 我想赵小海来咱家上门 爹 你要再这样下去 你就要当地主 再来个土改 斗争你 两家人叙事平缓 基调清新 一开始不喜欢这个题材的袁乃臣 最后却拍出了 十七年电影里不多的 温馨电影小品 时间可以过滤掉 许多你不愿看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愿意 在两家人里 你永远可以看到 秀美的村落和朴实的人民 终于你现在可以看到两家人了 因为他的电影光盘 已经在一些音像店里销售了 这属于市场经济下 音像出版社的销售计划 这次就是这样 下回再说 山下离火离开 空死灰 不见花开 白山一堆 用野生产大发展 阻止起来高河座 阻止起来 高河一堆 小河一堆 山下离火离开 小河一堆 小河一堆 小河一堆